1949年,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奉命清查国军残部 然而短短几天后,他却因一个女人被带走调查 之后更是被判处死刑 上海市长陈毅在得知真相后,无比悲痛 随即挥笔写下四个大字 信令上海展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整风行动 这位解放军代表到底做了什么? 陈毅元帅写的四个字又是什么? 1949年5月27日,上海战役结束 当地国民党军官全部逃跑 任何资产家眷都没带走 陈毅奉毛主席之命来到上海 接过代理市长赵祖康的负担 决定对全市展开清扫行动 直到6月8日,清扫行动开始 我军代表欧镇率领全体公安人员 对国军遗留下来的资产进行审查 他第一个来的就是国民党空军司令台长毕晓辉家 由于逃跑匆忙,毕晓辉几乎任何东西都没带走 而欧镇正是得知这个消息 才率先来到此地 当公安人员在毕晓辉家里 搜查出一堆枪支弹钥匙 把留在家中的两个太太吓得两腿发软 不断地向欧镇求饶 还将自己所知道的国军信息全部说出 最终得到了宽大处理 然而在审讯期间 欧镇却见色起义 看上了毕晓辉漂亮的小老婆朱氏 他心里十分不平衡 为什么国民党的将领们能够三妻四妾 而自己三四十岁了 还是光阔一条 这样的观念让他信念扭曲 信仰也逐渐发生了偏移 当天晚上就再次来到毕晓辉家里 以调查为由 把朱氏单独叫到一个房间里 说自己是上海解放军代表 白天也是因为自己帮朱氏说好话 这才让他幸免牢狱之灾 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报答自己 在说这些话时 欧镇的眼睛也在上下打亮着朱氏 意思不言而喻 朱氏也是过来人 自然明白欧镇的心思 心中不由得一阵恶心 但为了不进监狱 只能强忍不适 主动讨欧镇的关系 最终成了他的龙中雀 不仅如此 当初毕晓辉临走时 留下大量黄金 这些资产 就连大老婆都不知道在哪 但朱氏由于备受宠爱 所以知道一部分黄金存放的地方 每次欧镇前往他的住所 释放欲望 都会顺势拿走一根金条 这使得他不断坠入深渊 自此开始玩乎职守 只想着到了夜晚 去与朱氏翻云覆雨 以及他手里仅存的不少金条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的一件事 竟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1949年7月14日 陈毅元帅突然下令 枪毙上海解放军代表欧镇 消息一经传出 全国震惊 原来当初在解放上海时 欧镇利用职务之变 公然与国军将领的小老婆私通 甚至暗地里 贪污本该上交的黄金 在一次会议结束时 欧镇坐在办公室 玩耍手中的大洋 突然一位老革命战士 老刘闯了进来 看到了桌上大把的现金 随即询问道 这是从哪来的 欧镇怎么敢说实话 只能撒谎声称 是自己的未婚妻在做生意 恰逢忘记 所以赚了些小钱 但老刘并不相信 可爱于面子 只能先将此事藏在心中 要知道 彼时的上海刚刚解放 全国的经济都没有恢复 更别提千疮百孔的上海 全体百姓都穷困潦倒 怎么能有人敢在这个时候做生意 几日过后 老刘再次找到欧镇 询问其他口中的未婚妻 希望大家能见见面 毕竟这么多年的战友情 到时候结婚肯定是要随理的 听到这话 欧镇内心十分慌乱 只能以乡下姑娘见不了世面为由 推脱开 随即将柜子锁好后 便离开办公室 此事再次让老刘起了疑心 立马找到了彼时的榆林分局局长 刘永祥汇报情况 听到此事 所有人都明白 欧镇绝对出现了一些情况 并且很有可能会成为解放上海中的一大难题 为了不打草惊蛇 刘永祥先是以个人名义 前往欧镇办公室 与其交谈最近的工作情况 顺势说道 听老刘说 他有了一个被婚妻 是一个农村姑娘 之前没有听说过 然而欧镇却慌了神 别忙说 就是最近家里介绍的 觉得不错 就定下了婚事 可欧镇大意之下 竟然不小心将几块大洋掉落 此时的刘永祥也顾不得其他 当即询问 这些大洋从哪里来 得到的答案 自然是和当初给老刘说的一样 是未婚妻做了点小生意 但这话自然唬不住刘永祥 第一时间就组建专案组 对这些大洋的来历进行调查 直到朱氏的身份被曝光 欧镇的事情也水落石出 此时他才大感惭愧 哭着跪地求饶 希望刘永祥能够放自己一马 然而这件事 并不是一个人能说的算的 欧镇的事迹被上报给陈毅元帅 等待最终的评判 可谁曾想 陈毅辉比赛纸上写下四个大字 上海解放军代表欧镇 东窗事发 与国民党将领妻子勾结 贪污不法金银财宝 然而作为一名南下干部 原本他的事情需要私下处理 因为彼时上海局势不稳定 如果公开处理的话 会给国民党的特务 抓到把柄 大肆宣传 这样极有可能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 此时 上海首任公安局局长李士英 也有自己的顾虑 他作为带领欧镇参加革命的老红军 自然不忍手下就这么被枪毙 所以想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为了能够挽救欧镇 李士英立马让专案组 调查了他的犯罪动机 以便今后能够有典型来警示其他同志 可没曾想 在调查中再次发现 欧镇的背景竟然不简单 早在16岁就加入到国民党青年军 18岁正式成为国民党党员 可谁曾想 因为一场败仗 成为了解放军的一名俘虏 凭借着自己的油嘴发舌 最终被释放回到老家 之后闭口不提自己在国军的经历 转头奔向了解放军 此时是上海战役前夕 他便顺利成为了上海战役中的一名战士 并且在这期间表现突突 成功当上了解放军代表 然而当初在国军的本性并没有改变 依旧想要贪图享乐 这才发生了之后的事情 当欧镇的履历被放到李士英面前后 他表现得极为愤怒 尽管在此之前多次警示 不要发生贪污腐败事件 可最终还是出现了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 李士英将情况写成报告 交给了任职上海市长的陈毅元帅 由于这是上海市第一件贪腐案 因此陈毅无比纠结 最终只能叹了否系说 上海人民欢迎解放军进驻 这才过去几天就发生了贪污案 一定要用最严厉的手段向人民致歉 随即挥敌写下四个大字 立即枪毙 欧镇被判处死刑 没过几天便被公开处决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